一棟3D立體大廈 令深水埗活起來 成為最近熱爆打卡熱點 我覺得挺好看的 就是色彩也挺好看的 就是為了拍照而拍照 網紅景點 打卡 香港隱世風景逐個爆紅 全因一個風魔內地網民的社交APP 推介不少網友一致讚好的香港美景 掀起香港市內打卡熱潮 懷舊復古 現代摩登 簡單自然 不同特色的秘境 痛痛埋藏香港這塊寶地入面 有些美景你平時可能不回意 原來是上半里左右 拿起相機, 一起出發打卡吧 GoGoGo 這裡很多人都說很特別 這裡就像時康隧道一樣 是 位於元朗的這條隧道 外表看起來很普通 但一走進去 隧道內游了綠黃兩種顏色 鐵皮造的外殼上有坑紋 在鋼管影照下形成一個個黑胸 隧道感覺被無限伸延 出口處被猛烈的陽光 拍到白蒙蒙一片 充滿科幻的味道 令隧道彷彿通向未知的世界 謝謝 想在這裡拍照拍得夠迷惘 首先一定要站在隧道的中心 讓陽光在你背後滲出來 看起來是不是像進入了神秘的角度 靜態的, 拍照夠了氣氛 動態的, 拍片充滿動感和科幻感 為何這條隧道會游綠色呢 當時盧政署翻新這條隧道時 諮詢過我們村民 或者我們村長的意見 所以我們要求綠色 因為綠色根據一大樹木 上面都到處種樹 綠色比較曠昧 這條隧道是時光隧道 他說綠色隧道 很有名, 經常過來打卡 很多人 這裡附近有很多隧道 但是唯獨這條是這樣的顏色 也是這麼特別 獨特的美景背後 原來時光隧道埋藏著一個可怕的故事 一個個關於隧道鬼故 更曾經在村民口中流傳 請問這裡有一個很恐怖的傳聞 是, 當年1999年 在這裡發生一宗謀殺案 在隧道口發現了屍首 之後很多村民走過這裡 傳聞有些哭, 有些說話 令很多人比較恐怖 就像這條隧道一樣 以前隧道是灰黑色 現在又改了綠色 以前只有晚上有燈 現在24處有燈 修室改建之後 又光猛了, 人流又多了 就沒那麼陰心恐怖 自然就沒那麼多謠傳出來 從地面我們向上走, 向天橋進發 天橋為藍色的天空 添加獨特的仙條 在天橋界風頭一時無兩的 就是觀塘這條致命橋 拍拖男女化成春嬌致命 齊齊在橋上打卡 中環美利道天橋 漂亮的地方不是在天橋本身 而是連接到地面的這條螺旋形樓梯 有上影, 圈乘圈拍出層次感 有下影, 背光下拍出線條尾 側面影突顯動感曲線尾 美利道這條天橋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它的造型是螺旋形的設計 它的結構是做得非常漂亮的 它是一個沒有橫樑式的設計 底部你看到是很平滑的 當時因為環境其實也不太自監擠壁 所以可以做一些設計 比較用多一點空間 粉紅色充滿少女味 陽光打在面孔上散發陣陣鮮氣 這裡哪裡來?難道是這裡? 大衛火車站對出 有一條粉紅色, 四通八達的屋邨天橋 不過充滿裂痕, 外表殘舊 不… 再走過一點 凌凌射射天橋其中一條分支 最近再次被誘上粉紅色 特別光鮮新正 石屎外圍也被新的圍欄取代 瞬間脫走屋邨味 變成迷人拼天橋 這條天橋並不是一條永久的天橋 其實原本那條天橋 因為建造大圍站上改工程 臨時拆了, 都要改道 其實你現在看到這個鋼結構 其實全部都是臨時的改道 很漂亮 圈中有圈, 配合陽光從天而下 壯觀得來很迷幻 圓圈更可以連串成一條粉藍色隧道 色彩簡潔, 層次十足 站在圈裡, 我的藝術細胞簡直出來了 這些圓形大設計都是收藏在香港的公共屋邨 其中南山村, 這些半圓的崗架 成為屋邨最熱的打卡勝地 吸引不少人來朝聖 來到這裡, 以為站在中間拍照就夠了 還沒得住 還要爬上猴子架這裡 這樣拍照, 童年回憶就回來了 你看到後面有一條單向式的走廊 好像將一條街搬上每一層樓 人們住在這裡可以看到這個平台 你看到這個跟當年口字形, 光井有些不同 它開了一個口, 這邊看到天 還有一些小時候玩的地方 都是一些懷舊遊戲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會打卡的人 來這裡拍攝懷舊的感覺 簡潑的屋邨, 平凡但美麗 彩色的屋邨, 奪目搶眼 你幅彩虹牆, 最吸理證 腳架, 單反Ready 茂弟影 躺身影, 沒難度 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士, 齊集在彩虹邨 各思各化就是為了拍一張美照 就像他們一樣 站在這個籃球場上 彩色的外場就一覽無遺 放上姿勢就最搶風了 就像一般的影響 這裡是非常有名的 我這次來就是過來這裡拍照的 大家都在拍攝模特兒的照片 在這裡放鬆, 享受風 彩虹村顧名思義就是它的顏色 是彩虹的 看到現在背後的樓宇 是一個長條形的大廈 像一棚牆一樣 結構相對簡單 它的高度也不是太高 它的樓宇也是十多層高 因為當時在這一區 是有飛機場在附近 有高度限制 而且它的樓宇 在這個村子算是一個比較大的村 它有八千戶有多 有一個比較大的平台 有很多球場 這是一個所謂的景點 很多人來打卡拍照 在建築方面, 確定漂亮 它很流行, 新的, 其實是香港 忙碌的香港人 有時間的話 不如學習他們用心欣賞一下香港吧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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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